范迪刚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 3月23日上午 在范迪刚宗座大楼 接见了喀麦隆共和国总统保罗比亚 圣座新闻室的公告中指出 教宗和比亚总统在融洽的会谈中 提及圣座与喀麦隆现存的良好关系 以及教会对国家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 双方谈到不同宗教团体之间的 和睦共处及互相尊重 强调促进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性 发扬国内各种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富饶 尊重人权和少数群体的权利 最后 教宗和比亚总统 针对某些国际议题交换了意见